大家好啊 微博上一个小红书 一个博主发了一个帖 所以这个帖子干嘛 他就分享自己在洛杉矶的海关 被关了三天两夜的这个经历 他是一个日本 来自日本的一个华裔留学生 这个他拿的是美国的F1签证 也就是美国大学里面的就是学生签证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你你如果要是拿这个学生签证的话 一般来讲你要申请考试吧 对啊 申请完之后 然后就是对学校给你录取通知书 给你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顺便他就会给你i20的表格i20 你拿的录取通知书i20 你的经济担保 拿着你的护照 拿着其他的一些证明 然后到大使馆或者领事馆 当地的大使馆领事馆 然后去办这个签证 你拿的学生签证 他的代码就是F1 那么你拿的就是其他旅游签证 代码的B1或者B2 这个博主在小红书上爆料的这博主 拿的就是F1 他来之前 把他就在日本 就是所有的固定资产全部处理掉 包括一个开了四年的一个公司 那他来美国呢 就是还同时跟就另外一个日本朋友 也是来美国的搭伴 就是结伴一起 等于是飞美国 坐的是美联航 为什么 因为他有只猫 他想着就是乘坐 就是美联航 他有是 好像美联航已经就有这宠物 这服务吧 所以他就是坐飞机 两个人一起从就是日本 然后飞美国 10月20号 就是东京时间飞 那么10月20号呢 然后洛杉矶当地时间 就是11点上午就到 就到 入关的时候 他挺顺利 就说这个华裔 这个日 华裔 日本的留学生 他挺顺利 到那个海关 那个边编 那个大厅的时候 然后那 大家知道来 从洛杉矶入关 这不是有很多窗口吗 对吧 靠最右边 这边是公民 还有拿绿卡 永久居民 就是这一堆 这几个窗口 靠左边 那一大藏牌 那些都是拿签证的 那个窗口 然后你说 你就你就一个一个牌了 对不对 然后他挺顺利 他进了这个就是边检 就是这个 入境这个大厅 cbcbp 这大厅以后呢 等了10分钟 然后就 那么那个官员 轮到他了 这官员就问他 你来美国的目的干嘛 对啊 他说我去上学 出示这个学校的资料 i20学校的时间 然后官员看看他 没什么问题 就盖章就走了 对吧 他出来了 行李也拿出来了 对吧 他朋友还没车了 出来 他不是 他不是跟另外一个日本朋友 一起结伴来日本吗 他就在外等他朋友 等来等去 等了30分钟 40分钟 一个边检边检的官员过来了 他说你是谁谁谁的朋友吗 他说是 他说就是你那朋友遇到点麻烦 你愿不愿意就是过去帮他去说明一下情况 他说可以啊 结果那个出来的官员对他还挺客气 还帮着他拿着推着这个行李 他自己后来就他自己后悔 他说我那时候没有经验 我那时候都已经成功入境 我完全有权利拒绝回去 或者我可以叫这律师 结果他就跟这个边检 这官员就进了大厅 进了大厅 他可就没出来 为什么 进了大厅之后 就给他 然后那些官员就 就是那边检 那些官员就把他行李就拿走了 推走了啊 然后就干嘛呢 就把他放在一个小黑屋里边就开始审 审来审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 核心的意思 我就是他因为这个对话非常长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核心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他来 就是上来就问你来美国干嘛 他说我留学学什么 学金融 他说那你为什么选择了一个语言学校 他这博主的解释说 因为我要考那个就是考GMAT 那个成绩啊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我要先去语言学校学这个GMAT 大家知道你GMAT 他是你在要念NBA 念工商管理硕士之前必考的一门科 就是课 必考的一门考试啊 其他的都考GRE 那么如果只有NBA工商管理考试 你要考这个GMAT 我以前考过 我的学位就是NBA 这个考虑之前 就是你在上NBA之前 GMAT还有你的那个托付成绩 这两个都要 如果你的母语是非 不是英语的话 除了托付以外 还要考GMAT 其他的说是要考GRE 法律的好像还考另外 另外的考试 这我就不知道工商管理 你要上工商管理硕士 你不是学你学这个金融的话 你肯定是要考GMA 那么现在这个海关 去编检他就就问 他说你 你为什么选这一个语言学校 这博主回答我要准备GMA考试 然后那马上那对方就讲 你在撒谎 你英语已经非常好 你为什么上上这个语言学校 把他手机也搜出来 在他手机里面发现一个什么 发现一个某某妈妈桑 这个妈妈桑 它是洛杉矶一个特别有名的 日本店的一个妈妈桑 这个联系方式 大家也都知道 妈妈桑是干什么的 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一家日本店里有妈妈桑 这个日本店到底是什么店 大家 我说到这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点 就稍微有点觉得 这可能有点不太对头了 对不对 那么按他自己的解释 他说什么 我这个妈妈桑 我在东京认识 他挺有名 他出过书 我是替他做过三 就是以前三年以前 我给他做过翻译 我们之间 就是因为有这个交集 然后这个 这第一个跟他交谈的官员 他说没关系 我们从你手机 还能找到其他的信息 找到其他的证据 你等着 稍微等一下 待会还有一位 另外的一位官员过来 直接跟你面谈 到那个时候 你自己跟他亲自谈 第二个官员过来之后 就开始 直接就问 接下来我问你 他说 你在回答的时候 你只是说yes or no 是或者不是 如果你撒谎 我会叫FBI把你送进监狱 你听明白没有 你上次入境美国的是什么时候 离境的时候 什么时候 你待了近三个月 在美国有没有工作 你在就是说 你待了三个月 问他两遍 你在美国有没有工作 他说我没有 我就来旅游 顺便打个疫苗 对吧 我疫苗 然后接种卡 在我护照上夹着 他说你可以确认 他说 结果对方的官员 就一直在问 就说你在撒谎 你说你在日本有公司 你来美国几个月里面 你这公司怎么办 你还说你在疫情期间 你公司营业额不好 所以你的意思 你来美国赚钱吗 你要不说实话的话 我让你现在就蹲监狱 而且你会终身不得进入美国 结果就莫名其妙 就这样 他就这个博主 他尽力解释 我没在美国 没有工作的计划 就是来读书的 但是海关官员就是不相信 就是一直认为他在撒谎 然后到最后就问他 你愿意取消签证回国吗 你是回中国还是回日本 你看 结果他说 后来这海关官员说 你既然来自日本的话 我现在就把你 你这个签证吊销 你现在马上就 遣返你们两个人回日了 他那朋友也是一样 也是被吊销 那个签证 全部遣返回日本 因为当时没有 没有就是直接回日本的航班 他就转机到最后回到日本 那么 现在就是很有网友替他分析 就是说你为什么被遣返 主要是因为什么 就是你第一个拿的F1签证 单身 尤其就是中青年女性 然后去学习 这个就已经让人产生怀疑 而且你 你把你国内 就是日本国内那些 就是所有的固定资产 你全部处理掉 开四年公司也都处理掉 你这就是基本上就等于你在日本没有一个就是可持续性的一个联系方式 这本身就会引起就是引起就是说对方的怀疑 啊 大家不要以为你只是在进签证的时候 他们那就是认为你有移民倾向 你在进美国海关的时候 你在就接受美国就是海国海关边检他们这些官员盘问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你有移民倾向就是直接把你就是遣返掉啊 不要以为你有签证 你就可以进入到美国了啊 不是啊 其实那其实就是这两条 你动机还要处理掉日本的资产已经足够直接拒绝你了啊 这个就是网友替他分析的啊 还有的网友把他把他挖出来挖出来什么 就他其实呢 这是一个好类似于性工作者啊 在银座有七年的坐台经验 接过的客就是接客的人数超过就是两万人啊 当然他自己本身也表示啊 这个不是真的啊 网友给他挖出来那黑料什么 疑似坐台小姐卖色情片 而且网友还对照过他说他肩上的纹身就可以确定就是这博主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如果这个事是真的啊 啊 他自己在他那个Facebook上还有介绍 他说银座七年坐台小姐啊 啊 也不是Facebook 反正在一个网站上面啊 他就说银座七年坐台小姐经验接客数量超过两万人啊 他自己也曾经否认也发人呃发呃发文否认过 呃 当然这个当中只是网友的一个猜测 不过这照片上这个人的确是他本人啊 这个我当中也有其中一个怀疑 这才在他手机当中就搜出来跟妈妈桑有关 对吧 而且他跟那妈妈桑就是上以前还有这么多年的接触 我个人并不认同他就是这个博主 他自己本人的这种解释啊 呃 你来美国到底是干什么 这个目目的是呃我觉得还是还是嗯嗯啊 经不起推销了 经不起就像他的那种解释 他的那种解释经不起退销啊 所以说 如果你要是真 因为涉及色情产业 入美国你动机不纯的话 你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 你被遣返的话 我个人觉得其实也不冤 对不对 也不能说你无辜躺枪 对不对 我现在只是看到 就是网上这个报道 有网友给你挖了这个黑料 我才这么说 对不对 其实以前被遣返的人 他们很多都属于什么 就是多此一举 所谓什么多此一举 你不该你办的 你就不要去做 包括你有的时候 进那个大使馆去签证 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 很久以前有一个东北的一个 他归东北的一个男的 他来美国看他女儿 他女儿女婿都在美国 他在国内 就是也比较有成功的一个经典 然后他去美国 就是住沈阳 就是领事馆去办这个签证 人家那个办签证的签证官 然后就问他 他说你去美国去看谁 他说我去看我女儿女婿 他说好 那么你去的那样子多长时间 他说两个三个月吧 好 那么你到了那个美国以后 你还回不回来呢 他就来 你就直接的打 他说我会回来 是的 我会回来 就可以了 他后来他说 他你猜他跟那个签证官说的 当然回来了 你们美国有什么呀 你美国就是要钱没钱 要这个没那个 我在国内有的是钱 签证官一听 哦那你个人认为就是觉得美国是不好了 那你去美国就是也是没有必要了 那好 那我直接给你举钱就算了 这就叫多此依据 你何必说 啰啰啰嗦 说这么一大堆话干嘛呢 对吧 还有一个大师傅 来美国也是 对吧 人家请他过来 来美国就玩 邀请他来玩 顺便了 你有时间就帮我们餐馆 因为邀请他的朋友做餐馆了 顺便你来的时候 我这里你手艺高 帮我们做几个月菜 做几道菜 这样出来 他说行没问题 自己带着炒锅菜糕大盆 然后炒勺长勺 木的菜板 然后打包行李都过来 人家美国边捡查的行李 你这都什么烂七八糟的 对吧 你你为什么要带这个菜糕过来 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就是这个炒勺过来 你说他能说什么 他怎么解释 他说我过来帮我 帮我朋友餐馆 你来美国拿那个旅游签证 你还想打工 还想怎么着 二话不说 走 不要来 马上签反 对吧 上海一位小姐 从事演艺工作 对吧 人家边捡的人 问他说 你来美国 这个洛杉矶是干嘛 他是在美国纽约的 那个JFK机场落井 他说我来 这个 给 就是朋友拍净 平面模特 对吧 或者服装 然后拍 就是时装 然后拍 等于模特拍照 对吧 我从事演艺工作 海关翻的行李 里边有很多 这种性感的三角 什么T-bug T字形内裤 什么的 很多性感的内衣 什么的 然后人家海关 他说你这个就是你拍照 穿衣的那个风格吗 然后他对不起 你这打道恢复吧 这小姐觉得约 当场就哭 对吧 还一个老先生来美国 看就是你 他也是带着他女儿来美国 他是美国国 洛杉矶也是一个朋友 你能帮我从国内带点什么 这个中草药过来吗 对吧 带着16瓶富方干草片 在洛杉矶 得来 小黑屋里一查 赶快签 为什么 你这个药品当中 类似含有伪禁品 可卡因的这个成分 这些都是因为多此一举 你做了那些 根本没有没必要你去做的那些事 所以让他们去遣返 你那些性感内衣 你完全可以来美国买 你就空手来 拿一个什么 简单的一下行李 不就来不就可以 还有别人让你带那样 你告诉他不可以 富方干草片 你这里面就是含有马飞 还有就是那种鹰素碱 这属于麻醉成分 吃多的会上瘾的 明白了吗 所以你看这次 每次让他就是被 就是你如果以后 你要是有被美国海 就是海关被遣返记录的话 你以后再申请签证的话 你会非常非常麻烦 为什么 因为你就已经有了黑记录了 所以我这个次就是 想跟各位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我这也是在网上看 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进来美国 进美国办签证啊 还有有些进海关 如何跟他们 就是这些官员打交道 我跟你讲 很简单 从简 就是yes or no 尽量简化 尽量不要 就是多说 不要就是多此一举 不要说那些多余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 关于这个就是 从日本来的 华裔你留学生 我个人认为 他的问题非常非常非常大 主要是因为他手机里 那妈妈上 就是那个 那种信息 这个如果你要真牵扯到 就是那种 就是你来美国打工 如果要是有 就是进入色情行业来讲的话 那该遣返那就遣返了 好吧 这段先聊到 有点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